好,各位同學,有一個同學來問說 表格改成隱性的表格屬性是在哪裡設定?有點忘,感謝老師 這是有關表格的做法,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先解決這個問題 表格怎麼把它改為隱性的部分 你如果聽到那個笑的聲音是有女兒在笑 好,然後呢,我們現在開始,很簡單,我們開始把那個composer開,有沒有 基本上這是我經常教各位的composer 這軟體很好用,真的是非常好用 我們首先把表格打開,這個兩個OK,你看它整個表格就出來了,對不對 它這個表格就出來了,然後呢,按這個地方呢,你按右鍵 那各位,你按右鍵,我先把表格的那個框線解決,按右鍵 你會看到有一個這個,有沒有,property 你如果找中文的話就會是表格屬性,一樣,打開 打開之後呢,按這個,這個是表格,整體而言的表格 這是表格裡面的格子,這是整體的表格 你會看到一個border,就是格線,你把這個格線呢,設為0 設為0,有沒有,設為0,你跟它apply看看,運用看看,有沒有 變虛線了,你儲存之後呢,它就會變成不見了 基本上它就會是這麼簡單 好,那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啊,這樣就OK了 然後,反正既然講了嘛,我就多講一點,我就多講一點 我們在弄表格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把它講一講,就是這樣子 首先呢,我們要改表格的大小,表格的大小,各位在這個地方 表格,表格,你們可以看到有兩個東西,就叫window 你的表格呢,會跟著你的視窗的大小而變化 跟著你視窗的大小而變化,它不是固定的 比方說我們100,你們看到,跟100,有沒有 你看,你的視窗有多大,它表格就有多大,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這邊如果跟它改成80,對不對 然後再按,沒有,它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不過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這樣,排版有時候需要固定,對不對 所以呢,我基本上會處理這個pixel 就是有多少像素,對不對 多少像素,比方說我們600 它基本上你就會看到,它就是600,你可以看到,對不對 而且它基本上這兩個加一加差不多600 因為還要扣掉這個東西,對不對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的東西 OK,然後這個是290,基本上是290大小 OK,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再過來呢,我們通常最想用的就是把它插入 表格,把它插入照片,對不對 把它插入照片,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插入照片,這個地方是照片的位置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在網路上照片一定要從其他的地方外部連結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現在找一個外部連結的地方 我們找一個外部連結的地方 這是我的flick 基本上這是我的flick 你看喔,假設我要連接這一張有沒有 按這個地方 再跟它按下去 再跟它按下去 我們再來什麼? 檢視全部尺寸 對不對 我們要檢視多少 640乘480,對不對 基本上檢視640乘480 它出來了 按右鍵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什麼? 複製影像網址 這個很重要 你不一定要在flick 任何影像 你按右鍵要複製影像網址 或者按內容也行 按內容裡面有這個部分 等一下就用阿易 複製影像網址 OK 你把它複製完之後就可以了 你複製完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貼上 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沒有 基本上跑出來了 然後呢,記得按這個 按這個 不然你這邊還要寫字 就不用理它 然後基本上最重要 你看它是640乘480嘛 我們要改一下 改為什麼要改 這邊才290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跟它改 改大小 寬度280 高度讓它決定 對不對 你看它就會這樣 寬度到這個地方還會改 OK 就貼進去啦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這樣子 280 好 然後這個把它推開來對不對 我們再把這個表格 沒有這個表格 OK 我們來看一下喔 按格子 這一格 它的寬度是多少 我們剛才設280 對不對 寬度我們剛才是280 固定 你看有沒有 固定啊 OK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固定表格 這樣就很漂亮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假設我們打打字 打打字 打打字 打一打打 各位要公平啊 打一打打一打 OK 這個地方能幹什麼呢 注意喔 再看一邊喔 按這個 對不對 然後你看 按這一格嘛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是這裡 這裡 各位可以看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 現在它是什麼 靠左 然後置中對不對 我們現在置底 你看喔 注意看這邊喔 有沒有 跑到下面了 有沒有 然後置頂 有沒有 就跑這樣子了 那這兩個東西呢 這是表格的最基本運用 這是表格的最基本運用 當然你可以看得懂語法最好 就是你如果看得懂語法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看到你剛才語法的整個表現 你順便可以練習一下語法 基本上 懂一點語法是好事 不會寫沒關係 看得懂 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把表格 基本上就把它用出來 就會是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